那下一位分享者 欢迎我们的私评Pekky 大家好,我叫做王思平 大家好,我的英名叫Pekky 我叫王思平,我在政大广播电视学系 双休期玩系大三 在分享之前,我要先跟你们讲三个前提 第一个是我其实没有很厉害 因为听刚刚各位学长姐分享,觉得自己很渺小 然后第二个呢,我的分享是刚刚在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前决定的 因为他这样叫我上来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反省我自己大学三年的人生 然后第三个前提是,这是我自己的故事 所以你们不用去学我或者是follow我的步伐 或者是这样才叫做什么所谓的大学生 所以你就放心松的听 然后这只是我自己的故事 下一言 因为这也是焦点嘛 所以我就用各个关键字来描述我大学三年 目前要现在,从大一到大三 我现在的某个心境的转变 第一个字是,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是个脾气非常不好的人 你只要跟我约啊迟到十分钟 我就开始打电话 我就一直看简讯 怎么都没有传讯 你来,或者打电话 你就说在哪里在哪里 然后只要半个小时的时候 我就一年一来我就会发脾气 比如说你现在怎么样 放我歌是不是 这样怎么样 就这样很凶 然后就变成那个时候跟朋友关系 其实就不太好 因为自己会觉得自己是什么正义的化身啊之类的 然后你迟到就是不应该 而且我跟你又那么好 为什么迟到让我等 这样 然后就是当时还跟现在最好的姐妹 现在我室友还超了一架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自己的心情有持续的调试 然后再来下一个是 到大二的时候呢 学习到了慢这个字 因为那阵子 其实我大一非常排斥上学的 虽然考上的证很大 但是我也是非常侥幸 因为我学厕考不好 就只考慢慢念才上来的 然后所以呢 大一的时候我念广电系 念一念就觉得 为什么大学要念这种东西 也又不好玩 而且大家就是 尤其是像 刚刚有听到很多大一的雪莉妹分享说 现在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能非常了解你们的心情 因为我大一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的成绩非常的烂 烂到一个极致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烂 然后我们班上47个人吧 我排27名 然后%数的话估计是60%吧 对啊 因为我狂敲课上课一直睡觉 所以呢 我决定好 那我既然不喜欢去上学 对不对 然后下课的时候就很想要回家 对不对 那我就去打工嘛 所以呢 我很幸运的找找工作 去了一个叫 之前在师大一家食品店打工 因为我喜欢那种小东西 所以也没有想太多 然后当时老板就想说 我不想用国立大学的学生 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心态可能就是 啊你们要成功啊什么的 所以你们这些小事情做不来 可是我投了三次履历 因为我是一个很 就是很想要 就会很想要的人嘛 所以我就说服他 然后去那边工作 然后就发现其实在那边 它是一个很欢乐的环境 然后也慢慢了解说 诶 为什么别人会说 你是所谓国立大学的学生 因为我曾经那么烂 我根本就不觉得 我是国立大学 讲出去只是丢脸 所以我就开始从小四开始学起 比如说缩地 草厕所啊 然后修一些小东西啊之类的 然后跟客人聊天啊 然后交流之后 发现我整个人变得非常开朗 而且也很态度也越来越慢慢 就是像一个很尖的石头 慢慢磨慢慢磨 就来变圆了这样 但是呢 到第二下学期的时候就 诶 我到底在干嘛 这真的是我要的吗 因为那个圈子非常的小 你上班就是上班 八个小时之后下班 没了 那你可能赚到那些钱干什么 玩 吃东西 看电影 唱歌 就这样 那我想说 我之前那么辛苦 考虑真的在干嘛 然后就开始一段忙 像在大海中漂流的时间 所以呢 我后来决定我辞掉工作了 那我就回到学校 我就接了一个社团 叫做国际青年 然后等下去看看照片 然后后来当了团员的 之后呢 心意就被选当当团长 就带了一个团啊 这样子 然后也没有怎么样 可是 你就渐渐了解到 诶 我其实 我很喜欢一直往上挑战 就是 团员只会当过之后 就当团长 团长之后呢 我想挑战更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挑战 好 我就双主秀嘛 因为刚好看到 成绩怎么会这么高啊 因为呢 我就选了一些 那种给分很高的课啊 你知道 就是一开 因为我上大学之前 想读商学院 所以想说 那成绩还是hold住一下好了 就没有烂到极致 所以我就双主秀 然后到后来呢 嗯 我就后来 到了大三上的时候 就慢慢了解 其实我想要的更多更多 我其实我希望 我的人生是这样往上 就跟 看过大神小传就知道 那Gatsby就说 I want my life want to be this 所以呢 我就一直慢慢的 想要去尝试更多的东西 然后脾气 因为经过带领那个社团嘛 然后还去市民店 被磨了一年多 这样所以我现在的心境 就是沉稳的 嗯 希望 三分钟 好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 哦 还有经过很多的经历 因为我很一想去尝试 所以我就抱了TedX台北的职工 然后 因为我觉得 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嘛 所以我很喜欢接触人群 然后因此很幸运的 侥幸的得到一些机会 就是跟刘萱合照 然后那个 旁边在黄浩韦 他现在又跟我非常好 他也是政大的 然后也是因为 经过TedX之后 才认识月亮啊 等等的这些人 然后现在变得非常好的朋友 他带着我一起成长 再来哦 我还拍了一部片子 叫做就是我们学章节的壁志 然后在这边也是被磨了磨 然后也是被骂了一番 因为做事不利 因为我其实真的 后来才经过这件事情 才知道你其实没有那么厉害 做了很多小事 你连小事都做不好 你凭怎么说你是国立大学的学生 凭怎么你说以后想去赚大钱或怎么样 然后再来呢 见识了很多更厉害的人之后 你就觉得 其实你自己跟他有一段的差距 你要去补足 然后补足之后呢 你又要更厉害的人 就其实你跟他更多一段差距 所以你再想去补足 这是一步一步往上爬的 所以我就现在也是还在被磨合阶段 但我很明显的感受到 我跟大家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 就你今天迟到让我等一小时 我也不会生气 好 但是就这么 然后这就是国际青年 我很喜欢他们 然后今天我带我的团圆来 超爱他们 阿丽莎在这边 然后Jane在这里 对然后 因为我也是跟他们互相的 有一些冲突讨论 或者是意见交流之后 没有冲 对啦 好 谢谢你 然后反正就是带着他们一起成长 之后我自己学到很多 就是教学相长的感觉 然后这是我大学中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他们 好然后再来就比ATCC 然后后来没有上 但是在这中间中 我是第一次接触到企业 所以后来 我决定 我的目前目标 是我想要进到公司去实习 然后现在在找实习中一家 然后最后一个字是非 这是我现在的心境 因为我非常希望我能够 能够挑战更高更多一点的事情 然后现在 不会言的说我毕业的目标是希望我在三年内能够进到一间外商公司 对 虽然这听起来是刚刚大家就说的所谓 所谓国立大学学生安稳的路 但我觉得因为这是我自己想要 我很知道 像我上次礼拜二去听Google的那个什么啊 那个Edwards 对 生育会 然后我觉得天啊我真的好想试试看 因为觉得太有趣了 但我就是一个贪求的人 所以我一直想往上 一直想往上 但是 有人会说 啊你这样进到外商公司 你会不会觉得你人生最后 就算你当了C系列 比如说CEO CFOCOO 这些人你会觉得人生很空虚啊 那我就回答他说会 我觉得我肯定会 因为我之前像月亮他们讨论过一些 比如说我想创业我想开咖啡店 我想开一家食品店 跟大家每天这样很交流 我就很开心这样 但是 我觉得因为人生这么短 我现在还年轻 我还有体力熬夜 还能体力跟人家那名狗来名狗去 然后还社交 然后社交来社交去 然后还可能会在人中载幅载成 或者是看过很多脸色 可是我觉得现在年轻why not 我现在有勇气有体力 我就去做嘛 那万一真的到了那个阶段之后 我想要 我想要回归很简单的生活 那那个时候再说也不迟啊 所以我现在想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 我就是希望看我能够爬得多高 就试试看吧 对 好然后再来 对就是大家刚刚说真的 我真的这样做吗 可是别人说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 现在觉得why not 我就give it a shot 然后呢 就是我简单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五句话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想知道 想很能够 要记得的是 就是过去的事情不可以忘记 但要放下 慢慢的说快速的想 不要低估旁边任何人 你可以见人说人话 但千万不要说谎 千万不可以失去自己自信 可是你要自己知道 你永远没有自己想这么重要 永远要把自己归零 就是我这阵子以来学到的事 然后再来分享一个 我最喜欢的quote 很长 我好像幻中念过 Watch your thoughts before them become words Watch your words for them become actions Watch your actions for them become habits Watch your habits for them become character Watch your character then you become your destiny 这是财经的部分说的 好 那希望大家今天有收获 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吧 谢谢